還有紀錄片用的 這個紀錄片的主角 它是很多角色扮演 第一個 它是一個漢衣 它是全日本統治 第一個拿到漢衣執照的 全日本要有證照才是新衣 當然是新衣 日本不存在漢衣 可是 就是台灣漢衣執照 第一張執照就變黃玉堅 所以它第一個角色是漢衣 第二個角色是先天教 齋教 齋教是延修佛法 但是不出家 代法修行 但是吃齋不婚嫁 所以它沒有後代 黃玉堅沒有後代 它有楊子 還有他的徒弟 教友 他把教友傳給一位姓詩的 士林那個詩家 一個寡婦 寡婦的後裔就是 那天接了一個詩老師 寡婦上 他叫詩建勤老師 詩建勤跟導演 提供這個 你可以把它恢復 原來都是 連屋頂都沒有的 給它恢復起來 他是一個先天 在教友三個派 龍華派 金床派 先天派 他是比較冷門 最熱門的是龍華派 他是先天派的一個傳人 然後呢 他又是從政 因為他是外來空降 他從台中無期來了 所以沒有人情包袱 日本人 看這個人也蠻可靠 蠻熱心公義的 就請他當 地方的行政首長 地方叫什麼行政呢 大道成區 區長 一幹幹17年 1900年幹到1917年 幹17年 很長壽的 也沒有任其事的 另外 很堅韌 另外一個漢人的巨肉 大龍洞區區長 這邊沒有人才了嗎 日本最信任的 因為他從事公義 他從事公義 就是 殘族 他組成一個協會 天然族協會 解放婦女 不要殘族 都是 不人道的 對不對 不人道 所以 他組一個 天人 天然 上帝怎麼打造 你父親怎麼生 你弄腳 你就不要裹小腳 對不對 天然族協會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 斷髮不改裝 日本人統治了 可是 台灣人還是留著 黃輝紅的辮子 對不對 那是不是應該把髮髮斷了 但服裝不要改變 對不對